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季後賽 我是主播猜選 在我身邊的是蔡萍小剛 大家好 我是小剛 對 今天是我們非常興奮的季後賽 對 季後賽了 自由選手對上我們的精英選手 那誰能夠穩住我們的保衛呢 就要看我們的選手怎麼打啦 那上一個剛剛穩住保衛的是 我們的自由選手挑戰勝利耶 對 他是挑戰勝利 非常非常值得獎勵喔 那在季後賽第二場開打之前 還是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呢 新增了兩款遊戲 兩款遊戲呢 就是CSGO還有如實戰技 那CSGO呢 我們將會在 我們會取11月跟12月的自由聯賽的 前四名積分者 前四名積分者 來晉級我們的1月份 明年1月份的精英資格 對 那我們的有非常非常高的獎金喔 等大家下來拿 跟那個獎品等大家下來拿喔 那我們的我們的如實戰技呢 如果我們朋友們沒有那個 如實的封測序號的話 那請關注我們的網站 我們會不定時的不定時的呢 送好禮送我們的序號喔 送我們的序號喔 好嗎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關注我們的網站喔 還有關注我們的網站 還有呢 如實戰 也要非常謝謝我們的 Kooler Master Kooler Master Kooler Master的關注 所以呢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 關注我們的網站 在我們的粉絲團啊 或我們的官方網站 請大家來關注我們 就會機會得到這些好禮喔 還有好多好多獎項 等大家來玩 還有獎品啊 如果報名啊 請大家好好關注我們 那還有呢 跟大家說明一下 自由聯賽還有精英聯賽 自由聯賽是我們的 那大家都可以來參加的 一個賽事喔 所以就是呢 大家都可以參加不限資格 每個月都會取兩名晉級者 兩個月會選出四名自由選手 參加我們的季後賽 都會有晉級獎金 那精英聯賽呢 就是要成為我們的精英選手 不論輸贏都會有獎金喔 是我們給大家的一個福利 是無論輸贏 不論輸贏 只要你今天成為精英選手 你搭每場賽事 不論輸贏都會有得到獎金喔 跟獎品 那義務呢 就是要接受我們自由選手 自由選手的挑戰 我們的季後賽啦 那不只這樣 還會有機會得到 我們場上的額外贊助或關注 讓你成為明日電競之星喔 那季後賽前三名的 都會有高額獎金等你來拿 等你來拿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 趕快報名我們自由聯賽吧 不要再錯過囉 所以大家不要害羞 趕快報名你不要錯這些 哈好機會對不對 小剛 沒錯 好 那下一張圖卡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季後賽贈品圖卡 哇 好多獎品啊 對 有CM-Stone CM-Stone 滑鼠耳機啊 還有電源供應器喔 還有Seagate 600 SSD的固態硬碟 都等著你來拿 如何拿到這些呢 就請我們季後賽的時間 準時收看我們ESR直播啊 還有到我們的ESR粉絲團按讚 有詳細的內容活動會在那裡 那還有今天呢 我們要送給大家好禮囉 今天在我們直播完之後呢 就會有大家送給大家一些 我們非常非常大家好禮 對不對 有關心海的對不對 對 大家看到圖卡上的鑰匙圈 心海鑰匙圈 對 有三個種族的 有三個種族鑰匙圈喔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晚要送給大家的 如何得到呢 請大家看我們的Facebook的網站 Facebook的粉絲團 粉絲團網站 我們將在我們開打 10點之後 開打完 我們打完之後呢 會有一些問題要問大家 哪個朋友呢 會先得到就是如何 你要先 你要先打上我們的正確答案 對 還有分享以及按讚 就能夠第一個得到我們的 這個鑰匙圈啦 心海鑞霸的鑰匙圈啦 對 有蟲族人類跟神族 那這是一人獨得全部喔 對 不是分開的 不是拆散的喔 是全部送給你 所以大家趕快密切注意我們的粉絲團 請不要離開我們的粉絲團 看我們到底會發什麼 發什麼的那個問題喔 對 問大家問題 對 好 那下一張圖卡呢 是我們季後賽對戰圖卡 請小哥來幫我們解釋一下囉 好 我們的圖卡呢 季後賽是每一場都是BOW3的比賽 都是BOW3比賽 那將是有菁英第一名要對上的是自由的第四名 那菁英的第二名呢 會對上自由的第三名 那以此類推 那所以這個比賽非常刺激 非常緊張 等於是你輸一場就直接被淘汰了 所以一直贏才有辦法 可以參加我們12月21號實體賽的冠軍戰 對 那參加冠軍 如果能獲得冠軍的話 那當然是有可以獲得很高額的獎金 所以請選手可以好好加油一下 嗯 那這樣也要注意一下我們 我們的網站上的一些公布的消息囉 密切注意囉 是的 那還要跟大家說明一下巴哈姆特 就是我們給我們的選手 我們最大的榮耀殿堂 只要你在菁英排行 或是自由聯賽排行 只要前四名的選手都會有機會 登上我們巴哈姆特首頁 左邊的這個天梯排行喔 天梯排行 這個都我們的選手非常大的榮耀對不對 是的 那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呢 我們菁英聯賽 第一名就是我們的FailMonster 跟榮榮 那自由聯賽呢 有Marine King還有佑辰 對 那實況組的話就有小剛還有Clash 是我們的最受歡迎的主播啦 好 謝謝各位的支持 好 還有呢 再跟大家說一下 如何報名我們的這些賽事呢 五名報名就上我們的網站 www.esrringking.com 還有巴哈姆特跟Facebook 還有YouTube 搜尋ESR 都會搜尋到我們 還有人在這邊 是我們今天要送出來的大家 鑰匙圈 對 在十點過後 請大家要密切注意我們的粉絲團 我們在粉絲團上公布呢 我們想要問的問題 請你們一定要趕快來回答好嗎 趕快回答並且按讚並分享出去 就有機會得到小剛手上的這三款 新海鑰匙圈 新海鑰匙圈 所以我們今天要送給大家的喔 好 那不囉嗦 趕快來參加我們 趕快來看我們的季後賽吧 請小剛跟我們說一下今天的賽事 好 這一場將是由 靜音排名第一名的 Freya Monster使用蟲族 要對上的是自由選手 排名第四名的 Super戰隊的媽寶 使用的是神族 所以是一場蟲對神的大戰 那地圖呢 是廢棄兩望戰 是一張兩人圖 是一張兩人圖 那個媽寶是我們的自由選手嗎 對 排名第四名 哇 今天很多自由選手 我們看過的自由選手 今天有一個成功挑戰成功 上一個小時就已經發生了悲劇 應該是悲劇 就發生悲劇了 我們基因選手就掛了 我們基因選手就被打敗了 對 好 那我希望看今天的 怎麼會有惠心炒飯 因為它使用了新的名稱 這就是我們的Freya Monster Freya Monster 是我們的新名稱叫惠心炒飯 好 我們現在要點位 在清潛中方向使用紅色蟲族 就是我們的Freya Monster 我們的巨蟲 好 然後出生在一點中方向使用藍色神竹 是Super戰隊的媽寶 媽寶 媽寶是一個小孩子嗎 媽媽秀保護的媽寶 聽起來應該是 就一般的美女應該是不喜歡男生 是所謂的媽寶對不對 還好啦 我覺得他會講的人代表他不是啦 直接點破就對了 對 應該只是可愛的名字吧 之類的 媽寶給人家感覺就是 好像無法獨立 只能活在媽媽的保護下 小孩子叫媽寶 好 那我們看他的話 他遊戲裡面是不是一個媽寶 我覺得他遊戲應該蠻厲害的 但是至少要選對種族了 選對神族的話真的是 就是 對 神族不知道他是怎麼樣的 不知道會是最後是什麼樣的 會不會出到一些什麼 航空母艦啊 然後什麼虛空艦啊 什麼的那種很厲害的那種 航空母艦比較不會出啦 但是我要講的重點是 只要選對種族的話 聖堂文庫啊 對不對 選對種族的話呢 就可以少奮鬥好幾年就是了 好 就是我要說的重點 我們現在看我們非要放成已經下狗池了 已經下狗池了唷 正常的15D的一個狗池開局 所以他正常開局啦 然後是一個慢狗開 那待會兒因為這二礦三礦共一個路口 所以他應該會直接下二礦跟三礦 那神族在分礦下一個水晶塔 是一個也是數二礦的開局 但是他先下了一個野鏈場 所以他如果蟲族呢分礦造基地 但是我覺得這張地圖的礦後 蠻寬廣的 所以他這個野鏈場我覺得不需要這樣的 因為如果要光炮塊攻難度 應該是比較高的吧 他想要光炮直接攻他家裡面 看起來床的位置好像有這個打算 但是我覺得這個 礦區 因為這個蠻開闊的 它不像一些貝爾11機啊 或者是其他地圖就是礦後 比較狹窄地方 可以容易放光炮堵口 這個圖好像蠻寬的 放光炮 所以他的這個野鏈場的那個放置 其實可以修正一下 先造基地再造野鏈場 一定是可以 對 就是如果小狗的壓制 他一定能夠輕鬆的守住 好 那小狗已經出來了 六條狗 五條二四六 六條狗 六條狗壓制 那這時候門口呢 應該再造第一個光炮了 對 已經在光炮守家了 那現在看我們看到 蟲族也造成一隻後蟲 要保家了 然後神族的一隻工兵 在蟲族三礦處 就是防止蟲族 蓋第三個基地 下面就位了 然後門口其實 抓建築學 對 光炮其實放的也蠻早 蠻早的 就是不要讓敵人先攻進來 對 蠻早的意思又代表 他經濟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以剛剛我的劍 我一般的神族 最好這張地圖其實也不小 所以其實裸狀是可以成功的 哇 所以他剛剛在你的三礦 放了水晶桃 就阻止你來開三礦 阻止你開三礦 然後蟲族當然就是小狗 把小狗逼回家 然後叫他神族家也是比較安全 但是就算沒有逼回家 也是很安全的啦 欸 我們看到我們蟲族 開第三礦囉 對啊 蟲族一定正常開第三礦 他就是一個慢狗 然後開三礦的一個優程 然後神族這時候呢 也放下了機械控制核心 機械控制 對啊 主礦工兵拉過來拉點碗 分礦應該要有工兵來運作 都沒有拉 對啊 都沒有拉關係 現在無分沒有辦法採礦 它的細節沒有做得很好 到現在還是沒有拉 已經很久了 還是這樣子也沒辦法採礦對不對 不是沒有辦法採礦 主礦的工兵效率就很低了 因為很多工兵 一個礦只需要兩隻工兵 你分礦那麼有八個金礦 所以主礦拉個四五隻工兵 到分礦是很正常的 結果他沒有做這個工作 沒有分配好 沒有分配好 然後現在後重開子 再繁殖重胎流 開始要鋪重胎 要把二三礦的這個 這個路上這個空間 把它鋪滿重胎 這樣才好防守 對 這樣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對 移動速度會變比較快 然後 看到我們一座 那是 現在神族正在研發的是空間劑們 然後出了一隻追獵者 追獵者在生產 而且在研發一公 那這一公已經被小狗看到了 那麼通常一公的打法可能呢 有幾個想法 可能是閃追 閃過用一公 或者是兩礦4BG快速的壓制 也有可能這個打法 那或者是不休者 所以其實看到一公 其實很難判斷 到底他的開局是什麼 但至少知道 他地面部隊會比較多 比較不會去出空軍 只能先排除是對方會出空軍 因為他有出了 應該做一公了嘛 對 一公是以地面為主 我們的蟲竹好像還沒有 還沒有在做小狗的速度的升級 我看一下蟲竹家裡 小狗研發速度是沒升級嗎 好像沒有升級 那這樣直接走的是蟑螂 這樣就可能是走蟑螂的方式 蟑螂繁局長 對 好現在看到 那就是應該是雙噴吧 雙噴的一個組合 然後如果現在蟲竹打神族 雙噴加飛馬還蠻常見的 雙噴加飛馬這樣組合 給神族壓力蠻大 因為飛馬可以直接抓巨像 可是我現在看到是神族還有出了那個 又造了心急之門 還有出了少衛 但是他是取消了一公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一公是取消了 所以他一公是給蟲竹看的 就像我說 對啊就是變一個幌子這樣 對一個幌子 但是他這樣片很大 但是一公也研發一段時間了才取消 對啊幹嘛在取消咧 但是看 是不是剛被王蟲也看到了 等一下看蟲竹視角 有沒有看到那個雞草 像是有研發虛空 然後點一下王蟲 按個V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幾張 還是應該有看到了 有看到了 但是他應該不知道一公已經取消 因為比較沒有人做這麼大成分 所以他就朝那個一公方式去進攻 這是個幌子對不對 對 是一個幌子 但是這個幌子會不會也騙了自己 我覺得 既然都研發一段時間 就把他研發完 不要再造機場了 對 然後像看蟲竹出門喝 然後小狗直接要去山礦 他要確認一下神族我們開山礦 結果神族是有開山礦 沒錯 我們後來做了很多的BG建築學 直接把他做好建築學這樣子 然後再看看我們神族 還有那個 剛剛出了母艦控制核心啊 對 神族開始在轉虛空了 然後抓到一隻狂戰士 然後這個幻象的假鳳凰 過來偵查 假鳳凰 對 我一直覺得這一公取消的不是 不是 一公又重新研發了 對 那我們小狗也已經開始增加速度了 對 他開始出虛空 有可能就三礦打正面打一波 配合空中的虛空 對他剛剛有看到他出了虛空 還有母艦核心啊 還有一個 像還有什麼啊 看你看到的 先知見喔 先知沒有照 然後現在蟲竹呢 已經放了那個刺蛇獸穴 在研發刺蛇射程 所以他會 因為看到有機場的關係 所以他會開始 這個先知有看到 對啊 有先知見啊 剛剛有看到先知 看了一隻先知 嗯 然後現在這個刺蛇射程在 這個升級當中 然後也在研發一防 嗯 你看到刺蛇已經出海 要出來的刺蛇 還有 對 然後神族造了機械製造槽 機械製造槽 然後可能要開始轉去 因為通常用機場的目的 就是要逼蟲竹出刺蛇 然後蟲竹出刺蛇 蟲竹也放了那個螺旋塔啦 也要轉其他兵 然後蟲竹出完刺蛇的目的 刺蛇已經出來了 就是要讓神族可以直接轉具象 這就是神族一套流程 對 然後現在看到這些小狗 哇一群小狗已經出來了 不知道做第一波的攻擊跟騷擾喔 他是想要來騙一下少尉的立場 逼少尉來放立場 嗯 水晶塔要被咬了 然後門口這邊 因為神族不想放立場 所以不想吃這波小狗 他覺得吃小狗放立場 他覺得有點浪費 有點浪費對不對 對他想要等刺蛇靠近來 連刺蛇一起吃 好這時候刺蛇上來了 哇刺蛇上來了 這立場放出來了 立場擋在那裡了 好這是一個假巨像 對巨像出來 假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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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真的巨像 因為他是紫色的 對 但是沒有偏到蟲竹 蟲竹就是硬上就對了 對 好這邊放了大光炮 然後這邊 神族應該還是能夠防下來了 這邊是神族教育 然後補兵還速度還蠻快的 都要有大光炮 所以就是大光炮讓這個所有 大光炮在那個我們的心 那個那個 他心盒上面這樣一直放出來 在我們這個 蟲竹跟人類玩家中 現在是一個非常憎恨的一個設計 對 最近昨天 他這個大光炮真的太那個 太無敵了 對太厲害了 然後溜進了兩條小狗 好這邊刺蛇蟑螂 刺蛇又來了 要打一個三礦 三礦 變族學做的還蠻不錯的 一整排 完全就要繞路 繞路 對 好這邊刺蛇 因為速度慢 所以他也不打算回家 這邊是全部要送在這邊了 送兵 好 打完這波 我覺得神族是有優勢的 刺蛇就這樣送兵了 對 神族應該是有優勢 因為人口 這邊神族反而是領先的 對 那代表剛剛我們的 飛揚蟑蛇有點衝動 衝動打這一波 蟑蛇太衝動進來就是送兵 我們的刺蛇也送掉了 然後也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稍早大概三個小時前 剛剛有查一下天梯 宗師的這個名單 前二十名神族佔了十名 然後人類兩名 蟲族八名 所以現在的確是 人類是最劣勢的一個種族 人類最劣勢的種族 好 那看到的是飛糖 好 留了一波飛糖 哇 這波飛糖 讓我們的馬寶完全沒想到 我沒想到 這一波飛糖 對 直接進攻他家了 對 洛神族知道 這波飛糖應該要出的是鳳凰 結果他還在出虛空 他也知道回家裡守不住 所以他不守家了 趕快過來兩個是換家了嗎 換家了 只要換家了 那就是看有沒有辦法趕快 就比這個拆建築物的速度了 那是狂戰士 哨尉 還有巨像 這邊是飛糖 好 經過這個騷擾 現在神族比較受到嚴重的重創 他先被打掉 工兵都不來了 工兵都跑掉了 工兵要去三礦了 三礦趕快補光炮 才有辦法 兩邊就都換家了 然後虛空都出來了 對 那你看我們的 Monster他已經做好換家準備 門口插了一堆地勢 但是地勢有點太遠的關係 是打不到啊 沒有護到這個關鍵的入口 他是想二三礦 現在就看誰先把誰再加差了就贏了啦 就這樣子啦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地勢應該 他的想法是二三礦 哎呀這追悦者這邊操作失誤了 直接從地勢正中直接走過來送兵 放出立場 他要放出立場了 對 他想法不錯啊 可是細節還是可以再改進 就是操作方面出了感覺還是 Monster操作的比較好 細節做的比較好 現在非常要回來了 現在非常要回家了 要吃神族這一波 這波因為沒有母劍核心 所以也回不了家 這邊神族不都會全部 所以就是要送兵 我覺得應該會送兵 都要送掉了 對 要點掉虛空 因為空戰士跟巨像十五法對空單位的 十五法對空 哇 果然就送兵啦 這一波就送兵啦 現在神族人口就發達了也行 所以神族現在是886人口 那我們從頭是136人口 現在是蠻懸殊的喔 我們旦季裡面還放懸殊了喔 感覺我們現在 哇 果然是Monster Monster獲勝啦 穩住我們的菁英寶座啊 第一局 對 那這局地圖 其實也是對蟲族比較有利的 剛剛小剛來不及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DVP的部分呢 蟲族是166對上神族129 蟲族勝率高達56.3% 主要是因為這張地圖的這個很多路口 中央是一個非常 腹地非常寬廣 所以造成神族的少衛立場 其實無法在前期給蟲族一些壓力 對 然後一旦那個蟲族使用 非常的這個路線打法的話 那對於神族來講 因為神族的雖然三礦好看 我們剛剛看到神族 三礦已經在運作沒錯 但是第四礦就麻煩 因為第四礦蠻遠的 所以蟲族利用機動力的話 會給神族很大的這個殺傷力 我剛剛看到的是 我們麻煩非常衝動的 就是這樣衝出來一波 因為他也沒辦法 他完全沒有偵測到蟲族 已經轉了一波飛躺 已經轉了飛躺了 非常是對空單位的 所以我是覺得 他太衝動了啦 就是這樣說啦 就是應該說他沒有偵測到 沒有偵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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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到我們的那個 蟲族是什麼樣的變化 對 好 沒關係我們還有 第二場的賽事啊 那是我們拜方選圖 又我們媽咬選圖 看看這一場 我們是不是媽咬能夠呢 稍微勝利 小剛這時候可以 可以跟大家來做個預測 要做預測了嗎 我覺得神族一般都會選炎獸 因為在炎獸這張地圖上 神打蟲是非常好打的一張地圖 如果不選炎獸 那就是他個人的喜好問題了 非常建議他選炎獸 不過他也聽不到我們直播啦 對啊他聽得到我們直播 聽不到 因為是延遲三分鐘 我也覺得是應該聽不到的 除非他要拖三分鐘 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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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對不對 先拖三分鐘 聽小剛才要建議哪張地圖 可是沒有辦法玩星凱的話 就是我們時間都是金錢啊 怎麼能夠拖 對不對 對 你拖的話人家就是建立起來更多的東西 我猜拳不喜歡拖台錢的意思 對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數戰數決 不過我是覺得Monster非常厲害 第一場已經手下了我們精英寶座了 所以Monster是個實力派的精英選手 因為他一直排行在我們這邊 是第一名的位置很久 這已經對已經兩個賽季都是排名第一名 是 對 上次季後賽是他贏嘛 對不對 好 現在看一下我們哪張地圖咧 炎獸吧 好 這是炎獸地圖 我不知道咧 當然不是我就要被打臉了 希望我們的媽寶可以加油一下 好 炎獸 真的耶 是炎獸 我會保住我的顏面了 因為這張地圖可以跟大家報告 他的這個 神打蟲勝率還蠻高的 我看炎獸的地圖 炎獸 好 比賽開始 先報點位好了 對 先報點位好了 現在是我們的Monster 好 出生在 這邊1點鐘方向 使用藍色的蟲蟲珠 就是飛揚Monster 對 我們的巨蟲 那我們的媽寶的點位呢 媽寶是出生在7點鐘方向 使用紅色的神族 他是我們自由選手排名第4名 他對上第一名會難度比較高一點 對啊 第4名又在第一名耶 所以平常的那個 積分成績很重要 怎麼會說第4名 穿得對到第一名 因為第一名打第4名 這是給我們金選手一些保障啊 如果第一名 金選手打自由的第一名選手的話 那等於是強強相碰 對啊 那兩個選手其中一個被淘汰就有點可惜了 那這樣如果媽寶獲勝的話 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 這個人可以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 你小活大 大家不看好的琴一下 然後直接變大黑嘛 媽寶獲勝的話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事情 所以你媽寶好好加油啊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應該也是有贏的機會啦 其實在數據上 因為我在查的是 Tinliquid上的數值啊 然後在這張地圖上的ZVP 其實神豬優勢沒有到那麼大 就是55對上58 然後這個數字顯示是告訴我們 一般這張地圖神豬都會習慣不開三框 因為三框難堪 所以會使用的是三不朽 對 比較常用的是三不朽 三不朽的打法 然後 蟲竹也就知道神豬想法 所以蟲竹就是以防神豬的三不朽戰術為主 然後開發它的流程 所以通常就是蟲竹只要守住就能力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蟲竹會怎麼樣開 15D雙 15D三開呢 還是15D狗池 它一樣這個狗池已經放下了 對 等於換狗池了 所以就是正常的15D狗池 當然在一般的我們的這個玩家 還有鄉民啊 這個網友上面 都知道這張地圖 自己親自體驗後都知道 這張地圖的重打神非常難打 雖然都知道神族會走三不朽路線 但你知道也沒辦法 你知道也防不住 除非是很頂端很頂級的選手超辦法防住 我覺得它以它的實力應該是能防得住 對 現在看到已經下了第二框 我們的Monster已經下了第二框了 然後神族呢 它是一個裸霜開嗎 神族好像裸霜 對 不是裸霜 沒有看錯 我看錯了 是神族正常的單兵營 先下了單兵營之後 然後放二級地 但是它的這二框開得非常早 因為它沒照瓦斯場 一般的神打蟲呢 就是還是會先下瓦斯場 然後照母劍核心 到這個階段的去開二框 結果它是直接就是照了兵營之後 就是神族的傳送門之後 就直接照第二個基地 所以二基地完成時間會非常早 它就賭這個重築前期 不會用一波大概八條狗過來壓制吧 它就賭這一波 但小狗就來壓制了 小狗已經來了 只來四隻 四隻是它滿可以接受的數量 一隻狂戰士是可以打四隻小狗 但是要看操作 六隻來就不一樣了 不行啦六隻來不可以了 哎呀 它大意了 所以這個 小狗會把那個神經塔咬掉了 咬掉後現在神族有點麻煩 那還可以傳什麼母劍核心 那因為它那個機械 哇這不要送掉基地 所以為什麼刀份神族 神族打蟲族 都會先照母劍核心再開二框 先不要再先進母劍核心 先保一個東西再開二框 這樣我們二框很容易被咬掉 已經被咬掉一半血量 對啊 如果蟲族後面是繼續接狗 這基地一定會掉 但是還好這邊 看到孟斯特還滿客氣的 後面是不接狗 它只後面應該都補公蟲了 所以狗才只有這前線這幾隻 但是小狗又來了 但是會讓神族還是難受啊 神族必須要一直出狂戰士 來守分框 但是神族現在也出了追劣 好要咬公兵 殘血的公兵也被咬掉了 好是守住了 但是血量其實已經沒有很多 追劣出來了 那我們看到我們蟲族在研發小狗的速度 應該要增加小狗的速度再來咬一波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但是神族可能會在門口做一下建築圈 因為現在神族分框開始運作起來之後 應該會開始存錢在門口放什麼野鏈場啊 兵營好開始在放了 對 果然開始放了 開始放我們的傳送門啊 那這波小狗壓制其實沒有這個蟲族想像中那麼好啦 沒有壓制到那麼好 因為牠只咬掉神族的護盾 那我們知道神族護盾在沒被攻擊的情況下 好像只要八秒內沒被攻擊 會回血 對 牠就開始快速回血 所以待會神族的肌力可能又是滿血狀的 對 但是這部狗 哎呀這部狗 其實要早點出就好了 對啊 剛剛其實不應該回口的 一直接狗 接一接狗那個肌力就又咬掉了 對啊 然後看到是神族群出母劍核心囉 出母劍核心 好 母劍核心這時候不知道來不打擊 因為現在 對啊 小狗來了 小狗被擋起來了 對 緊急做了一下建築學 但是小狗要強咬 不知道能不能強咬 母劍核心出來的話就比較麻煩一點了 但也沒有辦法對時間放大光炮 因為母劍核心的大光炮必須要一百能量 那需要時間累積起來 可是小狗不知道能不能咬完啊 我覺得咬得掉 門口已經這個兵營要被咬爆一個了 傳送門要咬爆 他就趕快繞建築學 但是對神族來講就很傷他自己的經濟 他等於是把經濟都投資在建築 都投在擋在上面 擋上面啦 還好還是擋住了 擋住 大光炮好像要出來了 留著青山 青山在不怕沒財燒 對 只要留住保住一命 那會反擊 哇 大光炮已經要出來了 所以來不及啦 來不及啦 好 那醬狗就開始要營運他的山礦 所以他在上方呢 已經到了這個基地開始 對 開始太山礦了 真的有個水晶桃先咬掉 對 被發現了 對 通常那種角落水晶桃 就是等蟲竹基地完成 然後直接傳兵 對 他要傳兵 要不然就放光炮 對不對 然後現在蟲竹 造了毒暴蟲巢 這個是比較特殊 毒暴蟲巢還有盾地 對 毒暴蟲巢這個建築是比較少見 在蟲打神中是比較少見 我覺得他可能有打算 待會再出一波狗 直接變毒暴蟲強炸門口啊 把那個建築石炸掉 那太麻煩了 炸水晶桃 對啊 但是現在神族是有造少衛的 但是我就不太 通常是如果神族有少衛的話 蟲竹應該不會想要造毒暴蟲巢的 但是他還是照 待會兒就看下去 其實會不會只是備而不用 然後這母劍合心在前線 就是在增長蟲竹部隊的動向 好 蟲竹這邊有一波小狗 對 小狗 但是毒暴蟲要完成 然後真的要炸一波了嗎 哇 畢竟現在這個 菲亞貓斯特他是賽典在手 所以他其實可以使用一些 比較奇異的戰術 對 他想像中線奇怪怪的 他真的變毒暴蟲欸 他在家裡變毒暴蟲 我覺得他一定是想要來炸那個 炸建築學的啦 這邊我又不太懂 毒暴蟲是在家裡變 也不是在前線變 那就要繞前線來炸 哇 喔 他是覺得神族會打他 會進攻 所以他是毒暴蟲在家裡防守 要等神族進攻 最後的炸掉他們就對了 對 好 毒暴蟲有了 有了 但是有一堆少衛啊 他是為了造少衛 對 少衛是個輕甲單位 但是這個立場啊 斜坡 斜坡放個立場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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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小狗不是送掉了嗎 對 所以其實有少衛的時候 通常蟲族是不會想出毒暴蟲 但是 貓斯特他就是出給 要演示給我們看 怎樣用劣勢的兵種來打贏比賽 是不是 現在要靠近 就是要炸死 我們的少衛又對了 炸死他 這因為這張地圖很多這種斜坡窄口 所以為什麼神族 啊 立場又放出來了 啊 毒暴蟲沒過來 又被扛出了 對 但是神族他並沒有走三不朽路線 他這個是單純的BG兵 就是所有的這個傳送門的兵 來強行打這一波 是 對 然後從族就到處用盾地毒暴 就等你靠近 等他剛才就把他炸死了 這兩隻 還有他其實神族應該都有看到 因為他是很靠近 哎呀 斜坡窄 這些兵竟然沒看到 就直接從頭上要走過去啊 他也沒有炸 當然還好 沒怎樣 他也沒炸 哎呀 現在這個起身要直接做包夾 因為他覺得立場放完了 沒立場了 沒立場了 還有還有還有 但是上方 毒暴蟲來了 回程 毒暴蟲炸到 但是回程了 現在不知道傷了如何 其實殺了13隻單位 殺了神族13隻單位 但是神族家裡應該 那波大陸部隊是回家了 可是我剛剛看到好像有炸到 還是有炸到 有炸到 他是有爆炸 不知道有沒有死兵 就是因為瞬間他直接回家了 對 好像看到我們剛好看到神族 在延方一攻了 對 然後還有一個角落水星塔 沒震撞到 但是傳了這波兵呢 太慢了被看到 已經看得到的啦 這太尖詐了吧 等你傳完之後再來打 他剛才沒看到過了 結果傳波兵出來 就知道那邊有水星塔了 水星塔也會不會 會被咬掉的啦 所以 多送了五隻狂戰士 有點浪費錢 不傳就沒事 傳出來送兵 好 再看到的是追獵者 還有狂戰士 好 神族到機械製造廠 然後再到傳輸鄰近 看來他想要傳 要那個 知道地面水星塔被拆掉 然後前線要追兵 想要用傳輸鄰近 直接接兵 還有仙之箭 對 仙之也出了 這時候出仙之 時間是比較晚 這時候通常不會有人 想出仙之箭 可是我們的蟲族 也在做螺旋塔 這個仙之箭 他是想抓 讓蟲族 對這個節奏不適應 因為大家知道 仙之只是為了快攻 現在已經打到13分鐘了 現在13分鐘 怎麼會去出仙之 就沒有所謂快攻的意義 所以他這仙之可能是想 還是他是想要殺毒暴蟲的 仙之是打輕甲蠻快的 他是打這個小狗毒暴是蠻不錯的效果 但是這個時間點已經很晚了 我想他可能看到我們的蟲族 一堆小狗毒暴 仙之在主力部隊當中 對他想到時候會戰的時候 然後就開他的那個能量 使用仙之的那個能量來擊殺小狗 現在趕快把他圍殺殺虎 這群的追獵者 那仙之能量都開完啦 都沒什麼能量 還是有放出光束了 哇 已經死光了 地面部隊已經死光了 對啊 所以也回不了家了 我覺得這場Monster在試招 這招真的是比較少見 我們盾力毒暴來防神竹的這個壓制 多BG的壓制 盾力毒暴比較少見 不過Monster家也正在被騷擾 但是還是很成功的就是 直接就打傷了我們的媽寶 就打傷了 打傷媽寶了 那這樣媽寶要逆轉已經非常困難 因為飛桃已經沈繩了 已經出來了 嗯 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人口是媽寶人口69 那Monster人口是92 對 所以現在有點懸殊 而且他沒打掉 重組的第三個基地也沒打掉 所以現在等於是全面的劣勢 雖然出了鳳凰 但是數量不夠 才一隻而已 對鳳凰不夠 然後地面部隊已經全數被殲滅了 而且我們重組已經有飛桃了 飛桃已經出來了 是的 然後 先知現在只能落跑 先知無法對空的 他只能對地 然後母劍核心又飛得比較慢 哇 母劍核心飛了 他已經爆掉了 這個絕對是送的 欸 角落又有幾隻狂戰士 狂戰士又來 不過小狗要送過去打了 對 但這集我們看到 媽寶他的進攻欲望非常的強烈 整場就一直在進攻 一直一直在送兵過來進攻 對 看來是他的特色 對 所以媽寶是一個 毅力非常堅決的人 不錯喔 就是要打到敵人樣子 不斷的送兵 但是他沒有選擇 我覺得這張地圖還是適合戰術 用三不朽是比較好啦 對 他沒有使用三不朽 他沒有 他不想使用 他想著就是跟他硬拚而已 就這樣子 然後用兩隻先知 像偷溜主礦來殺公蟲 欸 這邊沒有防空喔 所以有機會殺到一些公蟲 啊 真的有機會殺到 啊 後蟲 後蟲怪 後蟲 欸 第二隻也來了 第二隻後蟲 好 第二隻後蟲 來 飛糖也趕到 飛糖也趕到 那就沒救了 對 沒救了 就沒辦法了 又被打掉了 對 他嘗試想騷擾一下 我現在還是有兩個 先知見 這邊還有兩個隻 他想把飛糖引開之後 再去做 再偷襲一次 對 這一次滿滿 所以這隻先知見是犧牲打 就對了 是被犧牲的單位 然後鳳凰重型喔 鳳凰還滿多隻的 對 鳳凰來了 好 先知 簡直又來了 果然跟我們說的一樣 好 這邊但是有後蟲的關係 所以要先把人家耗在後蟲上 才有辦法殺蟲 開始再殺蟲了 啊 蟲這樣的話 我們經濟可能會 受到一些傷害 對 經濟會有一些影響 狂戰士 狂戰士出來了 好多喔 這波 欸 這蟲竹現在在幹嘛 喔 蟲竹又是用非常直接 偷醒家裡的經濟 現在又是換家了 又換家了 狂戰士又回來 狂戰士又回來 有很多地刺的關係 哇 到處都是地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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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蟲竹他只要換家的時候 要做好這個保底的動作 家裡都一大堆的地刺 所以你這樣換家 也很難換得來 也要讓他換不了就對了 對 然後他要追劣在這裡 對 追劣 然後這樣的騷擾 互換的結果 互換結果 現在充足又是全面的領先 領先到快30人口了 現在是102人口 比較像65人口 對 35人口了 所以現在就是飛塘 現在要抓 就是鳳凰一定要抓對方 要飛塘 然後雖然這邊鳳凰數量是夠 是可以擊殺飛塘 但是神竹沒有地面部隊 神竹說地面部隊 剛剛已經全部都送光了 所以現在防守壓力很大 鳳凰只能回來防守 還要吹 應該要吹這個毒暴蟲 通常因為這個鳳凰要吹兵 通常是吹比較珍貴的刺蛇或蟑螂 但是因為他這時候已經沒辦法 沒有地面部隊 所以連毒暴蟲都要浪費他的能量 要把他吹起來 對 沒錯 這幾隻追劣者 追劣者 追劣者要被地刺 地刺給打死了 追劣者 他應該是在操作嘉宇的情形 然後正面又沒有仔細的操作 都沒有了 現在又要換家 現在又要換家 感覺就是那個 現在這群飛塘 在攻這群的鳳凰 好 也出了輔飛 對 飛塘是怕鳳凰 但是輔飛是剛好克鳳凰 對對對 所以馬寶已經沒辦法 馬寶已經沒辦法 馬寶已經兩敗了對不對 對 所以恭喜飛揚Monster獲得比賽勝利 保住了顏面 我覺得馬寶非常硬拼的感覺 非常值得可敬 硬派 對 不斷的進攻就對了 想辦法攻 就是要攻我們的Monster 不過Monster守得真的很漂亮 對 守得很漂亮 對 而且馬寶的時候 其實是船兵 Muster看到 所以知道哪流水晶塔 就被咬掉了 對 因為通常這張地圖 衝突已經做好準備生猪 就是兩框一波 只是不知道你是兩框哪一種波 對 這場的生猪是用兩框多VG的打法 他並沒有等機械製造廠來走 這個三不朽 但我覺得三不朽是 這張地圖是比較好的選擇 對 就是你應該覺得 用三不朽來打就對了 會比較好的選擇 可是我馬寶好像沒有用這個方式打 他是急著搶攻 對 然後出了那個先知劍 還有出那個 還有出個 都是出那個我們封攻單位 就比較奇怪 因為已經13分鐘了 才開始出先知 比較少人這樣子使用 對 所以還是 不敵我們的Monster Monster 尤其是我們的巨蟎 大魔王 蟲族的大魔王 還是我們機械製造廠 去上次機械製造廠 也是他這冠軍 對 好啦 那恭喜我們Monster 保住今天精英的地位囉 嗯 那請爸爸不要慶典 再接再厲好不好 再接再厲 好 那還是要跟大家再報告一下 今天晚上10點 就是10點過後 我們的賽事過完之後呢 請大家一定要呢 上我們的粉絲團 粉絲團 回答我們的相關問題 然後並且按讚跟我們 回答一定要正確回答 不能亂回答一通喔 答案要正確啦 答案要正確啦 並且按讚 還有分享 就只會獲得 這是蟲族啊 人類跟神族的 一人獨得 對 一人獨得 不是散的喔 是一人獨得 所以呢請大家趕快把握機會 然後上網回答 剛剛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會選出來 然後送給你 對 我們會抽選出來 抽錢出來的 好 那還要再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呢 ESR電視網銀增加了兩款新的遊戲 跟ESGO還有盧氏戰記 那相關的報名方式呢 請大家趕快上我們的網址 去 www.esrinking.com 還有巴哈姆特跟Facebook 還有YouTube 搜尋ESR 都送你到我們 我們網路上還有 不管還會播 還會有就是 不定時的出很多的好禮啊 送給大家 所以大家多跟我們來互動 好不好 是的 還有我們的活動啊 還有我們最新消息 都會公布在上面 所以請各位選手 你想要成為電競選手的話 那還有不管我們 我們有好幾 我們現在有好幾十種遊戲 等等大家要來 等大家來比賽喔 只要你有這個 新程的電競選手 那覺得你也會打 你也很會玩呢 當然是你要比有 Monster還要厲害 你覺得他不算什麼的 好 請趕快來報名 我們的比賽好嗎 相信下一個 民運之星 一定是你 對 下一個精英 什麼電競精英 就是你囉 好嗎 請大家不要錯過囉 不要錯過了 請大家上我們網站 好好的 Follow我們的最新消息 跟比賽報名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第二場就到這裡 那大家不要錯過 我們第三場 十點鐘的 十點鐘還有一場比賽 十點鐘是什麼 對上誰 對上誰 先慢個關子好了 待會再告訴大家 十點鐘 所以請大家十點鐘 不要錯過了 我們十點鐘到十點鐘的 好嗎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 第二場拜拜